BLACKPINK的粉丝们在两年期待中终于看到了尽头 BLACKPINK自2020年10月发售的The Albo活动后 经历了近两年的空白期 而Jenny也在Aaron Japan登上5月号封面 所以即使没能回归 粉丝们依然可以在时尚杂志封面上定期看到各成员 另外Rose和Lisa两位成员的solo舞台 虽然也经历领风 但是粉丝们最希望的是BLACKPINK完整体回归 YG的最新报告中 公司链接了2022年下半年 BLACKPINK回归的非常重要的信息 让BLINK们兴奋不已 具体来说 据韩国投资证券透露 YG娱乐的2022艺人回归日程中 4至6月以Icon、Hovina为中心7月 BLACKPINK将以专辑形式回归 BLACKPINK除了以专辑回归 还计划在下半年进行训练 YG表示 Jenny会成为最后一个在海外进行个人形成的成员 变身为橙色发型的Jenny 于4月11日出国前往美国 参加了自己担任大使的Gentlemaster活动 4月15日 还现身在加利福尼亚举办的2022克切拉音乐节 在美国进行了两周左右的个人形成后 Jenny于4月23日通过仁川机场回到了韩国 预计会在6月中旬 前辈组合Icon的活动结束后马上回归 所以BLACKPINK预计回归时期 很有可能是7月 对此你怎么看 欢迎留言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domination